我一出乘就有歌艇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地方 大家都認識的 不是那個地方大家都認識 而是大家都應該知道 去那個地方那個持有者 是不是叫持有者呢 或者叫老闆大家都認識的 就是淮哥的潮江爐水 因為在竹園那間店 他已經沒有做了 他就搬去一些共享廚房的地方 就比較便宜 原因是看過Facebook的人 都會知道原因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去他的新店 這裡最主要都是網上訂單 然後可以過來拿或者叫送貨 送貨當然要加運費 教大家怎樣過來 一開始大家可以由這個旺角的地鐵站 E2出口 然後直行 其實我們要去的是 豉油街的126號至128號 我們現在很乖 公公守法在那裡等過馬路 我不是應該站多一會聽一聽 首先唱歌好一點嗎 好像就沒有那麼悶 站在那裡 其實除了新店 有綠燈果位 除了新店之外 其實大家還可以嘗試到他的新材色 我不知道他今天會不會有 11月1號就是正式叫做他的店鋪開業 但其實這幾天都有可以做生意的 大家要支持 最好就是11月開始之後 就瘋狂去支持他 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因為開業 他都投放了很多資金 然後就希望可以回到本 可以做下去 再加上沒有了正式叫做門市的位置 即不是像以前那樣 大家經過街市 街坊 認識他 會去光顧 他仍然一定會少很多 需要大家在這裏 附近幫我們多點推廣 介紹給朋友 或者在附近上班的時候 就去吃一下 他那些食物是挺好吃的 但最重要是不會過鹹 我們很怕滷水會過鹹 好 事不宜遲 告訴大家那個老房 我都開場發 吹吹吹吹那麼久 多少話說而已 直走過來 大約是兩個街口 即是那兩條馬路位置 這裡有一間龍峰藥房 然後在前面那個位置 應該是洗衣街 轉右 就可以了 這裡有很多回憶 旺角電腦中心 現在已經不過來買東西了 以前就會還過來買東西 現在不過 好了 那這條街就轉過來 對 我們不如過對面吧 對面比較好 如果還沒有關門大吉 大家可以看到對面有一間商場 這裡有一間賣Nike 在這裡等過馬路 挺好 立即過了 如果想看路 不想看我 就把鏡頭轉到後面 我會用360度的播放 去擺出這條景 所以不用想避開鏡頭 避不開 這條街最主要都是賣很多波鞋 所以 也都給大家 其實這條街和後面那條街 兩條街都是很多賣波鞋的店 大家如果有需要買波鞋 在黄哥的時候 就記得過來這裡 不是一定便宜的 只是多福積鞋 然後呢 就會給這間店 好像 拿完市場 有買波鞋的人都會知道 它佔了香港很多市場 其實你看到 有些店舖未必會說名 但是都是它集團旗下 當然 它裏面的品牌就是 大家熟悉的 Nike Editus Timmerland 那些甚麼都有 是否錄燈 我便想快點過 是沒有燈位 這裡沒有燈位 沒有燈位 過了過了過了 這裡沒有燈位 這條路沒有燈位 沒有那些行人燈的 這裡是車題 我不是人看的 不關我的事 我是沒有車就過了 因為你要留意一下 譬如呢 這些位置 我順便告訴大家 或者來香港 不太熟悉的 有望了望了那些 是多數沒有斑馬線 沒有紅燈的 有它不用跟我們說 有你只看紅燈 就問過了過了過了 你用不著看車 應該會煞車的 當然 我們保證自己 都是要看一看的 但是它就不會寫在地下 沒有斑馬線 就是沒有紅燈 正常來說 你知道我們現在這裡 很多東西是比較特色的 我們是特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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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的目的地就是 走到豉油街 所以豉油街的地方 我們再轉走 去對面買路 經過這個球場 洗衣街 花園 花園的球場 以前這裡的公廁很草灑 更新了之後乾淨了很多 當然我沒有理由 帶大家進去參觀 免得大家看到很多 一索 豉油街 到了 新補戲院小豉油街 這個位置 當然大家都可以不用 一定從地上站出來 只不過方便些 告訴大家 哪裏 開始 快樂小人 羊羊 快樂小羊 我們都是這樣拍前面 給大家看路 要看我的 自己轉轉 沒有什麼好看 是 這樣嗎 我們就去對面買路了 這裡 都是沒有螢幕燈的 所以就會看著網友 告訴大家 就是這邊來的 車 好 這間店鋪 其實也有點偏僻 我覺得 這間店鋪 其實也有點偏僻 這間店鋪 如果不是離開 都真的未必知道 是怎麼過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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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 如果 可能沒有說 大家過來這裡拿貨 就會 要想一想 其實也不難來 很容易來的 但就不是真的 比較旺的地方 近火車那個位置 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樣才會租金 沒有那麼貴 雖然也不便宜 現在香港哪裡租都貴 唉 沒辦法 是嗎 我們只可以說一句 香港很有吸引力 是吧 某人說的 香港很有吸引力 說好香港故事 嗯 接著我們就去找 如果我走錯 大家不要罵我 應該沒有錯 我看到那個綠色的位置 所以就是 沒有走錯的 那我們會經過這間 酒店的地方 我忘記了叫什麼酒店 看 有了 德士福酒店 德士福 德士福 不好意思 對面是香港聖工會 的 朱姓中學 謝謝你 我還在找那個名字 好醜 對著朱姓中學 大家可以搜尋的 就是這個 Freshland Freshland 應該是 就是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有了 見到 是不是 我們到時 就可以在這裡拿貨 在這裡寫著 外賣訂單 是二樓取餐 記住 這裡是 不要看樓梯 不要看樓梯 會撞到人 記住這個規矩 撞到樓梯 就不能忍會突然 我們 買完東西 網上訂單 就可以過來 去拿貨 就很方便 譬如這裡過去 就是這樣上來 然後 這裡還有升降機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稍後就上去看看 剛才走過來 之後 我就看了環境 但因為這裡是共享廚房 它又不方便被人拍攝 所以我做過訪問 就找一個 可以 只有他們同意可以拍攝的地方 就去問阿華哥 我想問一下一些問題 我想大家都感興趣 例如 究竟我訂餐要怎樣訂餐 有點懂的 但有很多婆婆 不知道要怎樣訂餐 甚至乎他們沒有網絡的支付方式 他們有可能操作上 他們不認識 那怎麼辦呢 另一種就是 我怎樣取貨 是否只有送貨 還有 有時候 你有什麼產品 可以取得以前我們吃的東西 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今天我也會問到這個問題 好了 立即問你第一個問題 就是 我想知道 關於現在訂貨的方面 我知道你有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 潮光 然後就 我串出來 是 是 是 有網址 其實你用WhatsApp 網址就可以了 WhatsApp你也可以 對 之前有很多客人 譬如 特別是婆婆 他們是買東西 有和你聯絡開的 用回電話都可以 是的 然後 就是這樣 如果你真的認識網上 方便 阿懷哥方便你自己 其實網上訂購是很方便的 按幾顆就可以 你不認識的話 你問我也是可以教你 那如果 你真的譬如說 我真的可能很大 我也不認識上網等等的東西 那你也可以問一下 有什麼電話 或者是你以前記得阿懷哥的電話 你就可以WhatsApp 台港 但問題是 我網絡訂購 我知道有兩種資格的方式 一種就是銀行過數 入數給你的 然後發入數字給你 另一種就是 叫做信用卡直接支付 這個是最方便的 是的 除了這兩種 剛才說到婆婆 我都不認識網上 我可以付錢 他們在WhatsApp說 來到才交融資 不可以 他都可以 如果真的有難處 有需要的時候 他可以來到你這個取貨點 這個不是門事 大家不要想上來才訂 經常想到你買 是買不到的 是要訂定貨 因為他要預備定的 早點時間預備 所以大家如果是 譬如想吃的話 盡量不要職人 職人 早上可能晚上 或者有機會 但是比較微的 最好就是早兩天 就會穩陣一點 他都要預備貨 因為滷水熬 等等那些東西 還有新品 我們會提到 有什麼新品 是一定需要預備 是非常新鮮 非常好吃的 可以他來到取貨的同事 他叫做付錢 也是可以的 是 如果有這個需要 就可以做到這個博物 沒錯 那我就要問第二個問題 剛才我剛剛提到 有些新的博物 可不可以透露 一些給我們知道 除了我上次補過的影片 已經有些人知道 也有些人吃過 因為我被人試過 譬如有一個音樂老師 叫Carmen 是 他是很真正鵝鵝鵝 是 然後呢 上次我等下留了一點給他吃 他就說 這個不香 但是呢 它香很鮮 他是來家吃的 是吧 然後他就很喜歡吃 很棒 於是一問 他要問 我都不知道 這個新的產品 會不會同時 都是11月份 裡面就有呢 是啊 我們的開張是11月1號 那天都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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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同時已經可以上去 去訂這些貨品 訂11月1號去拿 你自己 不要訂了這個 10月份的 最後兩天 你說我今天看到這條影片 我今天先訂了 不行 明天都可以吃 沒有的 沒有那麼快 是11月1號才正式開張 是啊 有鵝肝 我當時製作了三種味道 好像後來跟你談了之後 就決定用兩種味為主 是吧 那這兩種味道會是哪兩種味道 我會保留一個 牛油 這個就是用鵝油 就是呢 因為呢 一來呢 用油呢 會帶出它的香味 以來可以保存多 少少日子 因為有油的話 它就沒有那麼多變 再說之前 這個不是加防護劑 不是外面買回來一個罐裝 可以讓你擺幾個月的東西 買回來呢 麻煩你盡快吃掉它 就是一個星期內吃掉它 嗯 越來呢 它的鮮味一定會降低一點 因為它是新鮮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那我那次吃呢 其實 初初呢 我就覺得 哇 這麼大間店吃 我後來發覺呢 原來拌一下 拌一下那些蟹子麵 那些 即拌麵那些 加少了它 其實都很吸引 大家可以賣完出來之後 就試一下 那牛油呢 它 我自己 用我的食後感 來告訴大家 牛油呢 其實真的 塗麵包那些 是很一絕的 而且牛油 你可以放在焗爐裡 在焗的時候呢 塗一點麵呢 它滲到麵裡 那麵包裡 那麵包真的超香啊 對 鵝油呢 我建議大家呢 這個版本呢 就是用來拌麵吃一絕 鵝油就算你塗麵包呢 就不要下去焗 因為一焗呢 好像鵝油就已經揮發了 不是很焗了 對我來說有點浪費了 對 因為鵝油是很難得出 我看不到有鵝油版本的 一些鵝肝醬 這隻鵝肝醬都挺特別的 是不是你自己研發的 嗯 嗯 嗯 本身呢 我自己看的youtube 其實基本上 每個人都用牛油的 嗯 不過我猜是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材料 沒有這個 無緣無故弄一個 無故弄一個鵝油出來呢 它又不是弄滷水乾 是啊 所以我就用一些鵝油 嘗試煎 因為這些新鵝油乾 我們都是第一個工序 都是煎 嗯 我發覺煎跟牛油的味道 有些分別 所以我就來那兩個版本 挺有趣的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 因為你本身是做肉 即是你家業 即是你爸爸開始 做這個朝廣老水的東西 做了這麼多年 特別做鵝、鵝等的東西 所以他會自己有些什麼素材呢 他就想混合一些新的食材 然後試試玩不同的包館 我聽懷哥說 他和他老婆研究了很多次 都失敗過 然後才做到那兩個版本 當然我吃的那一隻 就失敗版本 否則這件事就沒得推 所以鵝油版本 我自己覺得是挺吸引我的 而羊羊 在機箱裡面 你們看不到他就有的 他就是比較喜歡吃牛的 他就覺得香很多 大家喜歡比較中式 還是比較西式 兩隻都可以的 除了這個鵝光醬之外 還有什麼產品呢 接下來會有一個 本地烏頭 一個凍烏頭 都是潮州打爛 常常見到的東西 對 我個人可以的 因為我知道你會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你以前做了一些 真空包裝 可以給大家一些小吃 可以買走 你現在都會 因為始終大家到大發 更加會看得好一點 我剛才看到 我現在就不方便拍 剛才說過了 因為這個鵝光廚房 是不可以拍的 所以他這個 剛才有買很多儀器 我覺得他也花了很多錢 他應該是 大家7月多說一下 他買這部機 譬如有封的機 Vilo 全部是新的 他不是有 捉完帶的機器過來 因為整個環境不同 設備用不回 全部都是新的東西 再加上 剛才我還看到 他爸爸 他爸爸忍不住 想幫忙 然後他就調回 幾十年那些 經驗調出來的 老水汁 整個大堆的 朱骨那些 都很棒 這個 這個凍的烏頭魚 之外還有些什麼 會有一個 鴨舌 這個就是 老水鴨舌 還是焦炎鴨舌 那些 老水鴨舌 老本行 因為這個 很多人都喜歡吃 我也喜歡吃 老水鴨舌 也是 我們就衰衰緊張的 當然 我知道你不會加上 太多花樣的東西 用最原始原始原始 已經很棒 但我們 例如我們吃吃吃 我們回家就要加些麻辣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有時候 因為 懷哥的東西 它是比較原味 鮮味 其實挺棒的 我真的在很多地方吃 我一開始走過來的時候 我剛才也說過 大家都說 很多地方吃老水 我真的吃吃吃覺得很膩 因為很肥 很鹹 你又用 因為 我不知道你怎樣做 當然這個是你的秘方 但是它真的不油 但是它有油香 但是咬下去又不會很肥 你那種油的感覺 而且它不是鹹 它是鮮 有一點點鹹味 它不是很鹹 很鹹 那些在外面不知買一支 什麼牌子的老水 倒進去那些 不是 我剛才看到它們是自己熬製的 那些老水 這個都令到我有一點點意外 然後經過懷哥 問一問之後 其實咬很多很多個小時 咬完一天 又第二天又放香料 又放那樣東西 然後用到差不多了 整班東西倒進去 再做另一班新的 因為真的衛生程度也要很重要 所以變成它每一次 都要花很多心思 剩下我煮東西 然後就剛才還說話 我可以爆一點點出來嗎 可以可以 他剛才告訴我們 就是說什麼呢 你知道嗎 我只是買這一陣子的香料 所有人都買了一整個脾氣的東西 然後我看著 蛤 你這些老水的材料 不是買那隻我那些 是買那些香料 都買了脾氣的東西 然後我只是那幾個東西 不是吧 那它真的蠻下重盤的 那剛才呢 其實不要說剛才 它現在煮在旁邊 我都聞到香味 幸好戴著口罩可以防口水 如果沒看到我 不斷流口水便沒有了 那 古豆丸 鵝江 鴨舌 這三樣是首一月份 會有的新品 是的 暫時是這麼多的 是的 將來呢 如果有些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給予一些意見 懷過 待會再嘗試一下 想一下 最重要呢 就是大家真的要支持一下 因為 就是 我以前做過生意 那我就沒有做過飲食系列的生意 就知道 創業是很辛苦 然後 其實它現在開一個新的地方 特別現在很多經濟環境 一些因素 小環境因素 令到它重新去開這間店 來講 等同開新業 沒有什麼分別 那 它就算要留著股下 它沒有以前那些 真的好像這麼方便 可能有些嬸嬸 婆婆 一些街坑輪去光襯 在這些位置 雖然在旺角 可能是叫做很旺的區 但是那個位置 始終不是人流多的一些夾攝位 穩就易穩的 大家過來很容易 看我的片頭已經知道了 不過你要過來 其實人流不多的餘褲 真的會知道它的存在是不多 所以大家幫我兩件事 第一就是 如果你真的喜歡吃滷水 又想試這些這麼好吃 又新鮮的東西 親自過來落釘 不是 不是親自過來 落釘 親自過來拿 或者叫做送貨 送貨就是網上有說的 另外加收多少個運費 不是還給收的 是運輸收的 另外就是 也幫它多些推廣 比如說share出去 告訴大家 有這間店的存在 讓香港一些很特色的小食 喜食 或者叫做 都未必是發源地的香港 只不過在香港是這麼久的歷史 對於我們來說有經歷的 也都有吃過 嘗過的人來說 不希望它消失的 所以 請大家多多之前幫忙 記住 是11月1日正式開業 請問你平時這裡 取餐 即開店鋪時間 幾點至幾點 我們就 早上大約幾點 或者下午幾點 可以開店鋪 11點就可以了 11點就可以取貨 可以到8點也可以 可以到夜晚的8點 11點至8點 當然 有什麼需要的 你WhatsApp 即是拿了訂購的時候 再WhatsApp說 拜託提升 放心 之前累積了一些經驗 它這次會處理更加好的 因為已經談了很久 這件事 它都擔心了 不知道怎樣做 做得怎樣 跟了很多部分 聊了 跟很多朋友都聊過 所以這次的事情 我們都覺得 應該是合理的 記得去幫助它 它就不需要你訂閱、訂閱、按鈴鐺、分享 只是需要告訴大家 由這間好東西吃 分享一下網址 跟著自己親身過來嘗試 即是落單 11月份 是它一個新的開始 大家的支持 對它非常重要 好 還有什麼想跟我們說 說什麼 我好會說話 我這句話是令它更加害怕的 好 多謝大家看這段影片 到時大家吃得好不好吃 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在什麼改善的時候 再告訴我們 我們在什麼改善的時候 再告訴我們 今次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慢著慢著 還有些東西 忘記告訴大家 就是現在11月份 由11月1日開始 如果光顧懷疆的話 頭50位的朋友仔 是會有親自畫給大家的小禮品 口罩一個 就會有潮光的logo 潮光魯水的logo 以及這隻大部時候的鴨仔 如果喜歡 就盡快去光顧吧 希望大家多支持懷哥 讓他這個事業 可以繼續發展 祝他生意興隆 蒸蒸日想 就是這樣 下條片再現 拜拜